我保证你绝对没有见过 被人灌醉酒之后 再来参加世界大赛 会是什么样子的 看啊 今天全场9万多名观众啊 基本上都是奔着他来的 小伙子名叫切鲁与约特 是来自非洲大草原上的一个 呃 就是把猎物追到累死的 这么一种捕猎方式的一个原始部落啊 后来这个部落呢 被肯尼亚官方给发现了 经过与部落酋长的闲商 最终以每赢下一场比赛 就奖励三头牛的方式达成协议 结果任酋长呢 又以每赢一场比赛 就奖励一头牛的方式 成功将他们部落中最没用的那个追猎手 也就是这位啊 总是追不到猎物的切鲁与约特 推荐给官方了 然后 哇你看啊 人小伙子真是被灌了不少啊 那帮人确实做得过分了啊 事情的起因啊 哎 比赛开始了 我们一边看一边讲 大家看啊 切鲁目前跑在最后一位 是最后一个出发的 确实是受到了酒精的影响 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 切鲁被肯尼亚官方带到田径赛场之后啊 那是连赢三场 谁也没想到啊 那是名声大噪 但同时呢 也要许多竞争对手 恨之入骨 于是大家呢 联系手来 想了一个坏招 就是利用切鲁的单纯啊 在比赛开始前 骗他出去一起吃饭 部落人从来不喝酒的啊 但他们又将其怪于什么 世界首席坠劣手啊 这种 人切鲁平常最在意的这种名头啊 成功将其灌醉了 哎 400米了 55秒29 现在切鲁是跑在第四位啊 跑在最前面的是 本场比赛安排的兔子 第二位是澳大利亚的麦克斯 他前面的那位是 东京奥运会冠军 挪威名将 雅各布 看切鲁今天跑的姿势啊 晃晃悠悠悠 明显 酒精上来了 看啊 雅各布刚才往身后瞄了一眼 应该也是在好奇 都给他灌了好几瓶了 咋还跟在后面啊 其实最苦不堪言的 还是切鲁身后的那些运动员啊 一路跑 一路的酒气 搞不好跑着跑着 也一个个坠了 800米了 1分51秒07 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 澳大利亚的麦克斯 切鲁升到了第二位 雅各布紧跟其后 看啊 切鲁酒精有点挥发了 他冲到了第一位 但整体上 还是有点晃晃悠悠悠悠 1200米了 2分49秒33 马上就要冲刺了 后面的拳手 也开始往前面挤了 要紧关头啊 人切鲁也不含糊 刚酒桌上的 什么兄弟一起 哥良好啊 在即将到手的一桶牛面前 那啥也不是 但也不难看出啊 切鲁今天跑的 确实有点使不上进 毕竟被惯了不少啊 这边过来 还有最后的80米 切鲁在全力以赴 雅各布在后面全力追 这也是他们 最欠在南风的机会 切鲁大步留心 观众心也开始沸腾了 还有最后的20米 切鲁 好的 一头牛又到手了 哇 看人切鲁啊 脑壳疼啊 这酒后劲太大了 这时候松花的小姐姐又来了 切鲁不要 雅各布告诉他呢 这是一种礼仪 切鲁表示很无奈 说好吧 接过花 然后心中还得念叨 这玩意儿在草原上多的事 而且只有灵养才吃 但他还是很高兴啊 你看他手势 一头牛又到手了